今天是12月26号 A国已经收盘了 今天的盘面 如果你单独看三大指数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郁闷 非常难过的 但是如果你看北交所概念的话 那你会觉得非常刺激 非常之的兴奋 大家看一下 下午的北交所突然一个急速的跳水撒跌 但是尾盘再次创出了一个收盘的新高 可以说非常强 那为什么北交所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利准的一个走势 实现一个快速的过山车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的上证 深圳包括创业板 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在这问题 我们就这几个指数做一个解读 有朋友跟我说 二阳先生为什么北交所那么强 上证这么弱 创业板这么弱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听见大家 视频来讲的这些技术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不作为一句 在讲之前 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个指数 今年以来 除了北交所是上涨的 涨幅是11.16 那么上证是跌了6个多点 然后我们看深圳的话是跌了16个多点 好创业板指数是跌最多跌了20多个点 那为什么只有北镇50上涨了 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北镇50上涨 它其实是近段时间的上涨 前段时间它跟上证 跟创业板是几乎同步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 北镇50的一个指数 对不对 它前段时间走势 其实也是所谓的吧 一路下跌 一路下滑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在这段时间 北镇50之所以能够出现 这种大的一个变化 跟我们的政策 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我们政策可能会导向北镇 北交所这一块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是什么 是北交所目前跟其他交易所 最大的不同 什么意思 大家看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话 那就代表上证指数 和深圳指数 以及创业板的这一块 其实他们现在几乎都属于相同的 一个交易原则 交易规则 而就比如说我们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的话 它实现的是什么 也是T加1的一个制度 T加1的一个交易行情 但是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方向 的时候 我说北交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什么 它没有涌圈砸盘 没有做空 北交所它现在是没有做空的 对不对 它没有什么 没有涌圈砸盘 没有信售股转融通 没有量化砸盘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信号 就是你不能涌圈砸盘 对不对 A股上证指数也好 创业板也好 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可以涌圈砸盘 这才是我们的股市 就是交易所发生更严性变化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市场是非常有刺激的 如果说我们的市场就像百交所这样子的话 那么纯粹的以多空双方的资金来博弈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交易市场 对不对 至少在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公正的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北交所这些票 对吧 现在是不能涌圈的 不能涌圈的 没有转融通的 那么起码你的大股东 对吧 你的大股东 大股东的话 那里应该是属于什么限售股 对吧 限售股 那里就没有到期 你就卖不出去 那么你就不会什么 不会在这个位置通过什么 转融通 卖出去 出逃套现 那么我觉得这个走势才算正常的 大家觉得市场还是不正 但你会发现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讲这个时候 我说北镇为什么震荡市这么强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种策略 但有人会说 北镇这个位置吵得太凶了 随时都有可能大风险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大步步 对吧 快速的下沙 这个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 如果说没有什么 没有杠杆加持下 想要出现这种大幅度的一个沙跌 还是会什么 还是短期 难以持续的 就像前面这段时间 你看这里出现几个大英雄沙跌 它最终还不是上去了吗 这里出现一个大英雄 它最终还不是上去了吗 是不是 只要你不去追高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那你去追高了 当我没说 是不是 这也是A股当下的一个正洁的一个问题 所以 大家会发现 在近期这两天北上资金收拾的情况下 A股仍然下跌 我们不能说把这个锅甩给外资 其实外资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什么 已经给自己证明了 对不对 已经给自己证明了 你们A股下跌 你们中国股市下跌 我确实是在其中捞了一笔 我确实在其中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推动 但是我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不是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的话 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原因 对不对 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想不通 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 就是我们的A股跌成这样子的 难道我们的最高层不知道吗 他肯定知道 那为什么最高层知道 我们的村里就没有一点变化 比如说村长 副村长 这些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默认了当下的这种情况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默认这种情况 在A股全球最差的情况下 A股股民包括我们的基民损失惨重情况下 还是延续这种行情 其实这个可能会是我们大家最为想明白的一个事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市场跟国外市场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内的市场 它跟国外的定位不一样 我们定位的这个是什么 是融资 是融资 一切以融资为服务的 为重要服务的 国外是以投资为重点的 所以说在国外的话 它的区别就在于 你想想你去投资 你去投资的话 股票不涨的话 你这个投资怎么有钱赚呢 对不对 那融资就不一样了 融资只能反正我能把这个股票发了出去 我能在这个市场里面拿到钱 对吧 那至于投资者赚不赚了钱 那就另当别人了 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更 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定位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在当下这种行情下 哪怕我们的指数跌得再差 我们的股民鸡民亏了再多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的一个语音 因为这个 这个是大方针 大方向不能随随随便便改变 对吧 可能后面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 对吧 这是值得大家注意和重视的 当然在当下的这种行情中 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国家队在这几天都没动作 都不互盘了 对不对 这里就值得大家深思了 或许 超跌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展开 但是我们必须要怎么 要等到 或者说要坚持到 那个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是吧 选择割入出局 选择相互了 那么哪怕后面来一个天大的利好 来个天大的涨幅 也跟你没关系了 所以很多人就都问我说 哎呀 现在这个295这个位置 我到底要不要割肉 我到底该不该割肉 我到底要不要销户 问这些问题 其实说真的真不好回答 对吧 你说怎么回答 如果你在这位置销了户 对吧 他出去大访谈 他出去暴涨了怎么办 如果没有暴涨 你还跌到2800了 你会说 哎呀 幸亏我在这个位置销了户 对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熊市末端的一个情况 对吧 等大家都对股市感到失望的时候 等大家都感到绝望的时候 那往往有句话怎么说呢 莫及必反 历尽爆发 随时都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什么 反转的一个行情走势 其实现在大家心里都明白 我们之所以下跌 我们为什么下跌 是谁造成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现在股民鸡民心里都清楚 只不过是吧 我们在等一个信号 等高层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随时会 什么时候来 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种撒跌的过程中 在这种持续求整的过程中 尽量的保住自己的本金 尽量的让自己小亏钱 你要争取活下去 那么你才有机会回本 你才有机会后面吃到肉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的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